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用Creator Studio 来自己做动画创作方 Creator Studio 首先我们可以在 先要打开一个Google Slide 任何一个Slide的档案 好 那Click这个 点选Add-ons 然后再点选Get-ons 找到这个Creator Studio 像这个样子 Creator Studio 它是像这样 Save Slide and GIF 好 所以是像这个蓝色的 我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的网址 我只能在这个Slide里面直接加入 好 好 所以你就按Install 这样的话 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表示你的Creator Studio 创作方已经加好了 那我们把Slide打开 然后按Creator Studio 然后它就会问你说 哦 你是用这个这样加入吗 要需要Allow吗 对 Allow 你把它允许了以后就可以用了 把做好的投影片打开 打开 然后按这个Add-on Open 打开 这个Creator Studio 对 好 然后按我现在是要做一个动画的GIF 就是一个动画的图片 打开 打开以后 它这个就会出现 这个是原来的Default 它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改 我把它的像素把它改成500 那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你的时间 相隔的时间 你可以2秒3秒1秒都可以 好 它完成它的运作以后 我们按预览 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就按下载 我通常都是下载在桌面 好 把它取个名字 然后它的形式是GIF 好 可以选择它的形式 好 这样就做好了 那这个是每隔3秒会动一下的 好 你看我这边有很多例子 我们可以用在这个常见字 我每一课都有做一个常见字 每一课的字卡 或是我想要说的话 我可以用把它做成一个动画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做动画 谢谢大家